10月22日,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议上,巴基斯坦代表80个国家做共同发言,指出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,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, 主张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,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,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,集团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,反对将人权稳及政治化和双重标准。 100多国在联合国表达支持中国的正义立场,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心声,充分说明,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的行径,不得人心,也注定不会得逞。 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,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,共同应对。 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,基于意识形态偏见,在多边平台挑起对抗,服务政治私利,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,站到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。 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,严重侵犯难移民的权利,原住民的生存环境恶劣。 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等海外军事行动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。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种族主义、枪支暴力、司法不公、贫富风化、滥用武力和单边制裁等问题上劣迹斑斑。 这些西方国家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,却对他国指手画脚,充分暴露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本质。 我们敦促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正视并解决自身严重的人权问题,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的错误做法,建设性的参与国际人权合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